好 所以林志颖这个事情 等于是给大家上了一课 原来这种电动车 像这种特斯拉有这种问题 你看看这个特斯拉的官网介绍 Model X它有高强度的结构 跟撞击的防护功能 包括了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那这一次呢 这次怎么搞的 所以这个陆媒呢 有报道特斯拉的回应 因为在大陆有厂 暂时不能够确认起火的原因 那特斯拉这个驾驶位附近 认为并没有这个易燃的材质 所以它不是因为里面的 易燃材质烧起来 应该就像杨敏讲的嘛 撞到了底盘 因为电池在底下 这个电池只要一受撞击 受损可能就会爆炸起火 那它的反复自然这个部分呢 让这个消防人员伤透了脑筋 所以消防人员很 对于这个特斯拉的这个起火 真的有时候束手无策 你总不能在他旁边等他 等24小时吧 他就是一直灭了起灭了起 就是一直这样 最后美国曾经怎样 挖了一个水坑 泡水1.7万公升 才好不容易把这个火给灭掉 那么林志颖的这个特斯拉 我们看到用的就是三元锂电池 它的起火高温 美国测试 最高可以烧到500度 500度就把整个车给烧化了嘛 那电动车的这个锂电池的模组呢 如果起火非常非常的难灭火 当然这个 昨天这个意外发生之后呢 我们看到很多特斯拉的概念股 硬升下跌 其实前天涨 今天慢慢有涨回来 刚打断了阳明 所以阳明你怎么看 这个事情还真的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迁入角度好多 有人关注大明星啊 有人关注他的小孩啊 有人关注这个旧人英雄啊 关注他未来要怎么样这个 奖励他们就报答他们了 那更多的人关注的是 这个特斯拉的安全问题 因为特斯拉这个产业在 在美国在全世界 它成一个自成一格的产业链嘛 这个金额也非常非常的大 没想到有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不 大家这个秀芳姐刚刚讲 好像说美国用特斯拉的车数比较多 没有 现在台湾非常多 台湾很多 而且连我们的政府机关的公务车 都开始采购特斯拉 在前两年 包括总统府 包括行政院 公务车都有特斯拉的车种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这个电动车的安全问题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重视 因为它跟传统油车的 这个铺铸的方式完全不同 它得要用一个 类似那种灭火毯 它要把整个 比如说它这个烧起来 你要把它整个盖住 盖住让它那个氧气 就没有空气嘛 对对 阻隔它跟这个氧气的这个接触 它才能够烧 自然 所以它有非常多 你知道那个台南 台南市政府有 消防局有买这个防火毯 一张要十几万 哎哟 这么贵 所以那成本非常高 像昨天 昨天那个 就要去抢救的 这个工地的工人 第一时间看到那个 前面起火了 第一件事情 他们赶快回工地 去拿那个灭火器 但是他们 老实说 这种一般小型灭火器 那个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幸好是 及时把这个林志颖 抢救出来 好 你讲到这里 我就想到 那这样以后 这个消防员 比方说在接到车祸的时候 要特别问一下 对 是不是特斯拉 是不是电动车 对 他们带的配备 可能要不太一样 对不对 是 没错 所以包括我觉得 其实昨天很多的网友 或者说昨天一般民众 看到画面 因为一开始看到的画面 是一个很远的 一个监视画面 说他回转之后 大概十秒钟 去撞到这个桥墩 大家会觉得 好像速度很慢 因为现在看到画面上这个画面 大家会觉得这个速度很慢 其实不是速度慢 是因为它离我们的镜头远 所以你会有一种错觉 就是说 我后来看到 从对象车 拍到的监视画面 它撞上的速度 应该有40到60 但也不算是挺快 也没有很快 它这就是一般车速 可是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 人家会觉得 好像是时速20公里滑上去的 倒也没有 它那个撞是 直接撞上去 第二天还跳了一下 然后呢 又压下来 所以这个速度 其实就一般 你在道路上行驶的速度 但是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林志颖 没有刹车 对呀 对 就是他是不是完全 没有注意到车况 林志颖的大哥 全家现在心中的疑问 就是这个 怎么搞的啊 你觉得 我认为第一个 第一种可能是 第一个就是 它不太可能是 使用自动驾驶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自动驾驶 它的那个 特斯拉的车 如果你开启 这个自动驾驶 你看它有标线 对 这个它两旁有标线 它不会死离标线 它不会偏离 它会沿着标线走 它会在车道的正中央 我今天是有听到这样讲 但会不会就是 它自动驾驶出了问题 会不会 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它才刚回转 就是说回转 它一定是自己回的吧 对 然后呢 所以刚回到这个道路上 所以你就算今天 你回转之后 林志颖要开这个自动驾驶 逻辑也怪怪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他们要去的目的地 那个赛车场 那个卡丁车的赛车场 就在这个桥过去 距离这个造势地点不到一公里 非常近 等于过一个桥 它就快要到那个它的目的地 所以这个时间点 它去开自动驾驶 有点奇怪 另外除非有一种可能 这个就是说 比如说 它本来有开自动驾驶 然后它回转过去之后 它以为自动驾驶还在 可是其实它关起来了 所以它没有注意 所以它可能分心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实际上是在关闭的状况下 可是车子可能就自己偏自己偏 然后就撞上去 他自己也没发现 他可能在跟他的儿子 可能在讨论说 等一下你赛车要怎么开 也许 但是这个都要由林志颖本人去 因为这个案子 你要知道 在这种道路上发生痣状 它会牵扯到什么 公共危险 所以林志颖 他事后是会接受消防队 还有这个警察的 这个去要做笔录的 他得要还原一下 他到底在车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算今天没有人受伤 我说没有其他 就是除了林志颖 跟他儿子之外人受伤 这件事情 这是一个公共危险罪 因为在道路上撞 而且呢 它是有这个起火的 所以这一样是导致 这个现场的 这个用路人的一些 trouble或是麻烦 麻烦等等 所以林志颖 有责任要把这个 事情发生了经过 说明清楚 但毕竟他现在是 在医院治疗 所以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 那他的儿子一定也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儿子其实 才六岁 对他意识都很清楚 但是毕竟你也知道 小朋友他是受了非常大的惊吓 你看他昨天这个 那个从被爆出去 他都是被爆在 爆着一个现场的一个 一个富人 他是爆得紧紧的 可见他是真的吓到了 所以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说有一个网友说 就是他们是说 今天已经加装了 那个什么防撞 防撞的那个感 来我们看这个 也有民众讲说 这个路口就是很 很会让大家搞错 有时候就会开错其错 对你看这是Google Map的 那个就是造势的路段 你注意看 其实它撞的是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其实有两根防撞感 原本就有两根 那前面的可能是都被撞断了 本来一开始设置不止一个 那你看旁边车道 跟这个机车道 或旁边的这个防撞感 其实都有设置 原本这是 这张是Google Map 它上面是2020年的这个截图 就2020年拍摄的 那这个其实确实你看 如果今天这个道路上 这个防撞感被撞断 没有人去补 我就是觉得这个道路的 今天很快 今天立刻加了7支 因为大明星在这里出事 道路养护的机关可能有失职 因为如果你前面有那个防撞 那个林志宁在前面 他可能就会反应了 他不会一直到撞到桥墩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如果今天有道路上的疏失 我觉得这个后续 也应该要去追究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baby、儿童、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